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螺旋撒描啊 螺旋撒描或者说我们可以用方程的方式去把这条曲线做出来或者说我们通过一个可编辑面撒描的方式也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这两段的这个效果把它做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线段把它打起来之后 ok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样我依然是选用一个来自方程的曲线去做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依然是选择低卡 当然我们选择住作边也是可以的 这些这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操作 所以说大家还是需要了解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依然是把这个方程式呢把它复制过来 把它复制到这里啊 就是说把这个模板把它复制过来 但是这里的话我要把这个啊 把这个坐标呢放到这里 为什么把它放到这里呢 是因为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希望我的这个啊 这个螺旋曲线是沿着这个方向的 沿着这个方向对不对 那沿着这个方向的话 也就是我希望沿着这个x方向 但是我们从这个方向是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我在z方向添加一个变量去控制 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缠绕的方向 应该是沿着追逐的这个方向 这样子来缠绕 所以说我要更改它的方向 那更改它的方向的话 应该来说是x跟z 它的方向呢 是跌一个位置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z呢改为 把x改为z 把z呢改为x 这样子来把它更换一个位置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在我们的x z平面上的一个圆 然后我们的x值呢 我们可以更改它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半径值 同样的 我们比如说改到一个10 改到一个10的大小 然后我们的这个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方螺旋的这个 它的一个变化的长度呢 比如说我们10 比如说我们50吧 或者40乘一个t 40乘一个t 那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是 这里是 这里是还是一圈啊 但是我要让它有多少圈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缠绕一个 缠绕一个5圈或者10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多少圈啊 有多少圈 大概是5圈的样子 大概是5圈的话 我们就乘一个5啊 大概是5圈 我们就乘一个5啊 乘一个5 那OK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但是这个值的话 可能有点不是特别的合适 因为我感觉它有点大 那我们选择这个作品性 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是不是像这样子的话 我个人的感觉啊 感觉它可能会有点稀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方程呢 稍微改一点 比如说我们再改一个 比如说改在一般的样子 改在一个20 20一个5圈 20的效果 也就是说它的逻距的话 它逻距应该是多少 4 对不对 它逻距是4 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就就是我们这样一条曲线的效果 就做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又应该来说 这个地方是往上左右一点 往上走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个上坡的感觉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它是个平的 所以说它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是 多少圈多少圈 对吧 它可能就是说它不是 比如说它不是这个地方 不是5圈或是5圈多 那5圈多的话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缠绕 而我们的这个效果应该来说 它是往上走 这一段往上走 所以说我们这个缠绕的效果呢 应该来说会往前面走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方式这里 我要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我要去更改这个方式 应该来说 它现在比如说你可以理解 它是一个加上了一个0 加上了一个0 也就是说它初始值是0 对不对 但是这个值的话 很明显我要往前面走 那往前面走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要减去一个数 比如说我要减去一个 减去一个多少 比如说我减去一个3 50度来尝试一下 减去个50度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都减去个50度来尝试一下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它的这个效果就走到这里了 对不对 它就不是说从这个地方 而是从这个地方 但是从这里的话 我们继续来观察一下 我感觉可能还是有点小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调个100 100 OK 大家可以来看 那么先选择打钩 大家会就会发现 当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复制粘贴的时候 当我们把这段往上走 就是把它往上挪的时候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个效果是不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或者说我们切换一个视角 我们切换一个Left方向 对不对 那这个方向 这个效果大家会发现 它是往上走 但是往上走的效果呢 就不是特别的明显 就是我们先选择打钩 我们再来对它进编辑 也就是这个角度还是有点小 比如说我们调个120度的话 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圆弧啊 圆珠 或者三分之一的圆珠 那我们就大概调到一个这样效果 好吧 OK 那我们就大概调到一个这样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考虑了把这段稍微的调高一点 因为这一段应该来说相对来说会长一些 对不对啊 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长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段平的 一段直的 对不对啊 一段平的 反正这两段都是一段平的效果 OK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这个地方呢 它应该来说 我们这一段 它应该来说是 在这个方向呢 应该说是一个直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应该来说是一个直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保证我们的这条线呢 是在恰好是在顶上这一部分呢 当然我们就可以直接 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对它进行一个什么 复制粘贴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直接对它进行一个复制粘贴 然后把这一段呢 把它修剪过来 对不对 修剪到我们顶上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根据 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实际要求 那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圈数啊 你可以去调 那这里的话 我就拖一个蓝 拖一个蓝 也就是说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复制 这个地方好像复制的 是在这里 这一段我们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大家可以来看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 是不是可以直接对它进行复制粘贴 也就是我们这样子复制粘贴 伸出去的话 我们可以同样的可以切换到这个left方向 left方向 对不对 大家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水平的效果 对不对 一个水平的效果 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 那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来说 我感觉比它要 范围要小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 这样子吧 30好吧 一个30大小 OK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 其实这两端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这一段应该刚刚是多少来着 刚刚是我们调个50好吧 就调个50 一个50 一个30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做这一段取向 那这一段应该来说 就是这一段的效果 这一段是直的 这一段是直的话 那我就需要 那我就需要创建一个平面 我们选择一个平面 选择这一条 指线和这一段 那这个地方应该来说是一个平行 平行 那我们在这个面上去对外进行草回就可以了 在这个面上进行草回就OK了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比如说做一个参考 参考这一部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一段指线 这样子做一段指线 然后接下来我们同样的用圆弧来 过渡就可以了 用圆弧来过渡就OK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做香气的一个约束 啊 做香气 好的 该约束的地方我们就约束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同样的做一个 比如说做一个十啊 做一个十 我看一下啊 对比一下 就是观察一下这个地方 估计也没有十大小 我们可以做个六啊 稍微做小一点 然后这一部分呢 比如说我们做个四十 四十四十也差不多 是吧 四十 然后四十的话 我们选择确认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因为我们这一半已经做出来了 我们做一半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进向过去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把这几条曲线 把它直接进向过去啊 进向的话很明显 好像缺了一个平面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平面呢 把它做出来 把它做出来 OK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两段曲线 通过进向的方式 把它进向过去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它 进行一个撒明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应该来说 我们还漏了一个什么操作啊 应该是前面这一段 对不对 前面这一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呢 先把它拖上来 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一段 先把它做出来 也就是说前面的哪一部分 前面的这个地方 一段直的一段 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 但是这里的话会有个问题啊 会有个问题 也就是说 看大家的个理解了 如果说大家觉得 这两段是个平行的 也就是跟我们中间 这个平面是平行的 那我们就这一段线呢 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平面 在这个平面上呢 把这个 把这个效果把它做出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 它是不是个平行的 但是莫测的话 它应该是个平行的效果 如果说你觉得 它是一个喇叭口的 也就是这一段 它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话 OK 那你就可以按我们刚刚 所做的这条线 来做一个平面 在这个平面上去做 对吧 这个都是可以 好的 那我们就在 就用一个平行的方式啊 就用一个平行的方式 我们就选择一个点 和这个平面 这个面平行的 这样一个平面 在这个平面上去 把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效果把它做出来 OK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做草汇啊 选择 那样 然后这方向 我们可以切换一下 这个方向 我们让它朝上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呢 来继续来做这一部分 来做这一部分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调个55 那你就要根据 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条线 跟这条线 它并不是在 同一个平面上的 所以说这一段 我等一会就直接 搭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们调个30 观察一下效果 观察一下效果 感觉上可以稍微做长一点 做个30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打一段出来 或者说打一段 这样子吧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这样做一段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一段 圆弧的这个效果呢 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一个高度 这个地方的一个高度的话 比如说我们调个 13 就调个13 然后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可以 比如说调个5的大小 然后这个地方 比如说调个20 把这些位置呢 把它定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确认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中间的行键的这一部分 因为它不是在 同一个平面上的 所以你没办法 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说 通过一个草汇的方式 把它做出来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直接通过 通过点的一个进入线 把它行键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 稍微有点不是特别的合适的话 我们可以去调它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编辑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尺寸呢 比如我们调个58 58把它调长一点 就是说让它过度的呢 稍微好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它过度的效果 就会比较明显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镜像 但是镜像过去的时候啊 我们得参 我们得参考了 我们就需要把这一段来 也把它选择上 OK 然后把这一段也把它选择上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 就是这一部分的效果 我们整体的这个曲线效果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那么就可以通过一个扫描的方式 那这里我们按随部键去 多选这里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的这个逻辑是多少 应该是4 对不对 那4的话 我们就输入一个4的一个 嗯 输入一个4的一个大小 就是我们的这个现金 输入一个4的大小 大家可以来看 对不对 那虽然说 有些效果可能不是特别的吻合 但是我也 我们也只是通过一个 大概的目测的方式去 啊 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 那具体的尺寸 或者说比如是这个圈数 好像有点不对 那你就可以根据我们 你的个具体的圈数 去更改相关的参数 然后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 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一定要懂的方法 你要懂得这些方法之后 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比较好学了 一加一学院是一家专业从事 PREQL工业产品结构实习培训的 在线教育机构 拥有完善的教学与监督管理体系 帮助大家快速学习 提升实战工作气能 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加一学院 参与免费直播课程学习 课程相关素材和更多学习视频 获取请加课程公文微信 QQ35399-89929 QQ35399-89929